第491集 民政部长这话一出,五官们一脸得色 是啊,这附近大唐是最强大的,当然是最安全的 要移民的话,不来大唐还能去哪儿啊 立武看到文官系统的官员撇着嘴,忙笑着说 相信文官们,特别是商业部和财政部都非常清楚 对于宇宙中央地带的民众移民的第二个主要原因,在我们大唐来说是怎么回事 听到这话,文官们乐了,挣钱的问题,笑话了 大唐的民众哪个不是富的流油,哪个不是星球矿主呢 在大唐,只要你肯干,哪里会找不到工作 不过说起来,大唐公民还真是傲啊 一个月,一万大唐币以下的工作,根本没有人理睬 这样就便宜那些还没有拿到定居权的外国人了 嘿,别小瞧这一万大唐币 在大唐,一千元一个月就能生活得很好 要知道,大唐币比五来币 哦,现在宇宙流行微神币了 没关系,反正大唐币比这些币种都值钱 当然,不论是大唐民众还是外国劳工 他们最可叛的就是大唐的公职工作 每年大唐招收军人警察政府人员这些公职的时候 各个星球的考核点可真是人山人海 外国人更不用说了 完全是成批成批的赶来参与考核 不用奇怪,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人手 大唐的领地不断扩展 需要人手的地方多着呢 这些考核进来的并不能马上使用 还需要锻炼一段时间 不然你以为大唐真的肚子饱到不吃附近的国家 还不是因为人手不够的缘故 才让他们待在那里苦等的 虽然公职的钱少 但在大唐谁会缺钱呢 大家追求的是精神享受 而最高的精神享受就是受到民众的尊敬 一旦成为公职 那就是贵族 任何平民都得向贵族致敬 就算你是万亿富翁 都得向一个三等勋爵致敬呢 这可是有钱都无法买到的礼遇啊 你说荷包充足的大唐人还不削尖脑袋 希望钻进贵族阶层啊 不过这稍微会引起大唐本土居民对外国劳工的怨言 因为按照规定外国人也可以参与公职考核 而且一旦通过就可以获得大唐身份 这可是外国劳工仅有的几个可以光明正大成为大唐人的通道之一 所以在吸引一大批有才能的外国人时 也不可避免的会减少大唐本土居民的通过考核的人数 因为每年的岗位都是有限的 可是这只是稍微有点怨言而已 外国人并不在乎这点怨言 因为一旦外国人通过考核 那么他就成为了大唐人 而大唐人对于拥有本国身份证明的人 都是完全看成是自己人的 就算前一刻对你怒目而视 可下一刻你拿到了身份证明 那他就会很友好的和你聊天喝酒 不过话说回来 外国人渴望公职的心态和大唐民众是不同的 他们在乎的是大唐人的身份 因为只要他们成了大唐人 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 这些直系亲属就可以直接成为大唐人 而这些没有公职的亲属就可以申请星球开采权了 虽然不能依靠权力来帮助他们 但只要能够得到一颗星球的开采权 那还用在乎金钱的事情吗 再说就算是没有亲属 那么干够五年离职你也可以自己去申请的 有了这个担任过公职的身份 虽然派发开发权的时候比不上那些退休人士 但也可以排在第二梯队了 大唐没有贪污犯 除了处罚严厉的原因外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兜里都有钱 而且还是很多的那种 没有哪个白痴会为了钱把自己名声搞臭 而且还连累家人跟着一起臭 名声一旦臭了 那你就别想在大唐生活了 准备移民吧 只是过惯了大唐的生活 去其他国家绝对是苦不堪言的 听到民政部长立武的分析 会场的人都会心的笑了 是啊 这就是美丽富饶的大唐 这就是自己的国家 就在大家感触不已的时候 一道通讯突然打了进来 陛下 武来 蓝兵 岳木 丰文 这宇宙四大国的战舰出现在我国预警点 预计12小时后抵达我国边境 兵力总数超过3亿 全是顶级战舰 这道由大唐附近国家秘密布置的预警点发回来的消息 立刻让整个会场一片寂静 潜伏了许久的威神国终于开始行动了 这次他的目标是宗教联盟 不过在威神国发兵的时候 武来 蓝兵 岳木 丰文 这四大国终于传来国内将军率军叛乱的消息 武来国首都 或者说是帝都 唐金那个完全是由总统府改革名就拿来使用的皇宫 一个从军用漂浮车下来的年轻少将急匆匆的冲进了皇宫 守门的警卫并没有拦他 这个少将是皇帝陛下的心腹 每天都要出入十来次 平时没有搜身 这次自然也没有 少将一踏进门就看到唐金正在处理政务 房间内没有其他人 少将忙上前几步 语气急气的喊道 陛下 大事不好了 第五军团长率兵叛乱了 这个可以让掌权者闻之立刻蹦跳起来的消息 传入唐金耳朵里 唐金却没有任何激烈的反应 只是抬起头 瞥了少将一眼 一边操控电脑的整理着政务 一边点头 那家伙被判了 我还以为他上个礼拜就会被判呢 怎么推迟到今天才叛乱呀 听到这话 少将立刻脸色僵硬了一下 并且额头冒出了冷汗 但他很快露出欢喜的神情 语气喜悦的说道 陛下 您是怎么知道的 难道您早就有准备了 当然 在暗夜帝国皇帝被他儿子杀掉后 我就明白了 少将有点发愣 这个暗夜皇帝的死和我国的兵变有关系吗 有一点点关系 不过起码让我明白 我们五兄弟中谁出了问题 唐金继续语气淡然的说着 五兄弟 少将再次发愣 不过唐金接下来的话 却让他慌张的掏出一把威型武器 对准了唐金 我说 你有什么事吗 威神国的替换人先生 少将吃惊的问道 你怎么知道我的身份呢 也难怪他如此沉不住气 因为这些年来 除了自己这些人自行暴露外 根本就不可能有人看穿自己的身份的 因为这次本来就是要刺杀唐金的 所以少将也没有辩解 直接承认了身份 而且还加了一句 奉劝你不用通知外面的警卫了 我出入这个办公室这么多次 早就秘密设置资讯屏障了 唐金根本无视少将手中的武器 神态依旧轻松的说道 替换人先生啊 你们威神国虽然强大 但是不要忘了 你们威神国也是这几年才强大起来的 而武来国则整整雄居宇宙第一大国的位置 长达数百年 不是真正掌握武来国的最高位置 是根本无法发现这个国家强大到什么程度 相信你们替换那些历任总统所得到的情报 和我掌握的情报有非常大的差别呢 少将点头说道 这点我承认 毕竟你是武来国第一个真正掌控整个国家的总统 不然你也无法成为皇帝的 现在我改变主意了 不立刻杀掉你 因为我们威神国需要你脑袋里武来国真正的秘密 唐金轻轻的笑了笑 替换人先生 出于礼貌 我告诉你武来国最高机密中的一个 这个机密就是宇宙五大国的首脑 其实是最亲密的兄弟 少将吃惊的瞪大眼睛 他失声说道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就是刚才你说的武兄弟 少将说到这儿 很快清醒过来 面落怀疑神色的说 不过既然你们是兄弟 那为什么还要互相攻击呢 这是为了找出我们当中的叛徒 少将猛然醒悟 暗夜帝国的皇帝 就是你们武兄弟的叛徒 就是他 不然他是不会被自己的儿子杀死的 少将皱眉问道 既然已经知道暗夜帝国就是叛徒 那你们为什么还继续攻击呢 很简单 因为我们发现很多部下都被你们这些替换人替换了 反正那些军团已不再接受我们的命令 那么让他们在战场上死光是最好的 少将恼怒地吼道 该死的 我说为什么这么多同伴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作用就战死了 感情是被你们清除的缘故啊 实在是太愚蠢了 居然直到我说出来 你才知道 你们这些替换人儿真是让我失望啊 少将倾金暴怒地端枪瞄准唐金 混蛋 信不信 我现在就杀了你 唐金笑着晃动了一下手指 笨蛋替换人儿 你为什么不想想 我明知道你是敌人 却不做任何防御的让你出现在这个房间呢 少将立刻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动弹 他不由恐慌地喊道 这是怎么回事 这只是五来国一个非常著名的科学家 无聊时发明的一种玩意儿 可以控制空气中粒子的一种技术而已 不过也幸好你这个替换人儿是血肉之躯 如果是机器人的话 那我就没有办法了 当然如果你是机器人 我也不会让你进来的 说着话唐金站了起来 少将沮丧地说 该死 看来我们都小看宇宙大国了 现在局势完全控制在别人手中 自己做什么都是无谓的 不过他还是嘴硬的喊道 你不用得意 我就不相信 其他三大国也拥有这样的技术 你那些兄弟 现在恐怕已经在地狱等待着你了 你还不死心啊 都说我们四大国是亲密的兄弟啊 互相有联系的我们 能让你们这些替换人得逞吗 现在那些前去暗杀他们的替换人儿 恐怕早就被销毁咯 毕竟他们没有我这样好的脾气 和你们说这么多啊 唐金笑了笑 再次一挥手 房间内突然出现一道暗门 出现了两个男子 而少将吃惊地发现 其中一个模样普通的人 神情呆滞 像没有神志似的 唐金走到那个模样普通的人跟前 额头互相碰了一下 先前的唐金 立刻整个人瘫倒在地 而后来那个模样普通的人 则出现了神志 只见这个普通人 看着地上的唐金说道 这个身体虽然不怎么好用 但起码让我体会到 人类的各种感觉了 有点舍不得呢 这话让人感觉到唐金的意识 已经转移到这个人的身体中了 唐金身旁的那个人笑着说 大哥 这有什么舍不得的 我还是觉得我们以前的身躯 比较好用 要开始了吗 看到唐金点头后 这个人掏出一个球状的东西放在少将的兜里 被唐金话语震惊的少将 这才反应过来 大喊道 这是什么东西 他虽然有了死的觉悟 但他现在却不想死 因为他获得太多需要传递出去的秘密了 单单五来国皇帝不是人类的这条消息 就足以让威神国改变计划 拥有新外貌的唐金笑着说 这是微型炸弹 威力可以把这次皇宫给炸得粉碎 这也要感谢你的出现 毕竟我可不能无缘无故的死哦 唐金说完 两个人也不再停留 转身进入了暗门 各位听友 长篇小说小兵传奇第491集 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492集 五来国皇帝的办公室内 就剩下了无生机的唐金的身体 和呆立着无法动弹的少将 当然 少不了少将拼命叫喊的声音 已经坐在微型飞船 飞向秘密基地的唐金 对身旁的那个人问道 锦衣 兄弟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吗 大哥放心 兄弟们已经准备妥当了 只等我们抵达后 就可以立刻出发了 相信水哥 火哥 土哥 他们也都做好了准备 金一说到这里 不由感叹道 谁能想到 当初只是听从老大的命令 前来当黑社会 并且收集情报的 最后 居然会把整个五来国 控制在手中 唐金笑着说 这不是说明我们这些人的优秀吗 老大派出的五组人 四组都控制了大国 金一感叹说 只是可惜了 穆哥那几位兄弟了 唐金也跟着叹了口气 没办法 只能说暗夜皇帝实在太狡猾了 金一不愿气愤如此伤感 为了转移话题 不由问道 路道哥 你是怎么发现 暗夜皇帝不是我们的人的 我们这些人扮演的身份 都是没有家人的 只有暗夜皇帝拥有一个家族 如果暗夜皇帝是自己人 那么他的家族 也应该是我们的人扮演 绝对不会出现自己人杀自己人的伤 所以当暗夜皇帝被他儿子杀死的时候 我就知道唐木他们老早就失败了 该死的 就这家伙扮成我们的兄弟 引起我们四国混战 如果不是这样 恐怕老大已经在我们帮助下 获得这个宇宙了 说到这儿 金一有点疑惑的问 大哥 既然我们知道暗夜帝国不是自己人 那为什么不集合四国的兵力把暗夜帝国吞兵了呢 相信你也知道我们四国里面的军官 有多少被替换了吧 知道 我一直搞不明白 为什么大哥不把他们全都给干掉 反而要连河水哥他们让这些替换人消耗在战场上 那些兵力送给老大可是一份中礼呢 这是我当上皇帝后才明白的 我们直接把国家交给老大 老大并不能站在宇宙的顶峰 因为这些国家里面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让老大就这样吞掉完整的国家 肯定会引来动乱的 到时候还不是得一个一个去剿灭 所以与其后面浪费功夫 还不如一开始把国家搞乱 吞并四分五裂的国家 反而更好治理啊 哦难怪大哥们都愿意装死 你们是想让残存的替换人开始分裂国家呀 只要我们这些独裁皇帝死了 不用那些替换人出手 那些重臣就会第一时间争夺这个位置 人类的权力欲望是非常可怕的 金医音笑着说 呵呵 恐怕登上新皇位的家伙 到时才会吃惊的发现 整个国家已经空空如也了 唐金得意的说 那当然 咱们是什么人 既然不要那个皇位了 那当然 要捞些好处 带走才行 老大得到我们这些好处 肯定能够获得这个宇宙的 这样一手一脚打下来的宇宙才能牢固啊 大哥英明 靠 你也学来这套了 回去后 把你写出十万字拍马屁的文字来 要没有重复 而且好听的 不是吧 十万 还要没有重复和好听的 你还不如把我给容炼了呢 靠 大哥要拍老大的马屁 可惜大哥不懂这些 你这个做小弟的 有义务替大哥分忧 喷马屁都要找枪手 大哥 你厉害 宇宙四大国 步五大联盟的后臣 麾下军官 纷纷举兵叛乱 占地为王了 这四国首都心上的众臣们 却异常的根本没有理会这些叛乱者 整个首都心进入了戒严状况 无数众臣在首都心上四处乱窜 拉关系的拉关系 攻击政敌的攻击政敌 反正进入了拉帮接派的境界 当四个首都心都传出 皇宫被炸了个稀巴烂 已经从废墟中找到有皇帝陛下DNA肉块的消息 让那些原本还在观望或者对皇帝陛下忠心耿耿的军官大臣们 立刻放下矜持投入到争权夺利的游戏中 布林是武来国后勤部的一个小官员 在后勤部无可计数的人员中 他几乎是个被人遗忘的角色 不过除了他 相信就只有中央电脑知道 这个小人物管理着一个庞大到不可思议的军备基地 只是这基地也跟他一样被遗忘了 不但是他 就是他的所有前任都从来没有接到过动用这个基地的命令 也就是说 这军备基地自建成那日起 除了不定时的接收物资外 根本没有动用过 布林的任务就是偶尔接收一下物资 摆放的事情自然由基地的机器人来完成 他只要在电脑上下个命令就行 除了接收外 也就是每月用电脑清点一下物资 然后就下班回家休息了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 布林认为自己也跟所有的前任一样 领着微薄的薪水 每月查看一次电脑 每年冲着电脑大概辛苦一两次的接收物资 平时就这样无所事事的干到退休为止 不过皇帝陛下的死亡 还有大臣们的内乱 让布林心中有了个主意 特别是他的直属上司 卷入战争被暗杀后 他更是打算开始行动了 布林买了几个机器人 借了搜御书船 离开了首都心 自从大臣们开始争权夺利 这个宣布戒严 那个宣布解禁 首都卫队分散投靠各个大臣 已经把首都心的防务搞垮了 而大臣们控制的军队 被拉到首都心外面 和外地大臣军队进行混战后 首都心更是变得乱七八糟的 布林轻松地躲过几处小型战场 来到首都圈内 某颗清倒垃圾的垃圾星上 相信没有人会想到 这个垃圾星上 有着一个足以组建一支 千万兵力的军备基地吧 船停在一个偏僻的角落 布林启动密码 垃圾堆里立刻浮现一道 飞船的通道口 这地方布林虽然只来过一次 但还是熟门熟路的指挥飞船 进入了通道口 只是他觉得有点奇怪 记忆中好像应该有机器人 向自己发来检查通讯的 怎么这次没有了 会不会是自己记错了 布林摇摇头 他没有想这么多 他也不贪心 只是希望把基地的稀有金属装满这艘船就行了 当然如果局势稳定 那么卖了这些稀有金属 自己就带着家人逃到威神国去当个富翁 如果局势还是如此混乱的话 他会非常乐意的多来几次 按照电脑上的图纸 布林飞快的来到基地存放稀有金属的地区 不过满怀激动心情打开库门的布林 却立刻目瞪口袋 能够放入上千艘巨型运输船的仓库 居然空空如也 连一粒金属粉末都没有 怎么会这样 布林急切的登上飞船 一边调出档案查看是不是物资被调走了 一边命令飞船前往隔壁的仓库 电脑上最新的一单记录 是几个月前自己接收了一批物资的资料 而且从头看到尾 这个基地有记录以来 就没有一单调出物资的记录 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布林 不等飞船停稳 就强行打开舱门 跳下飞船 跑去查看这个仓库 只是让布林目瞪口呆的是 这个仓库也是空荡荡的 不死心的布林 在检查完整个基地后 终于失魂落魄的发现 整个基地在自己不知情 电脑没有记录的情况下 被人搬空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这么多的物资 怎么全都不见了 如此巨大的搬运工作 怎么没有任何人发现呢 布林喃喃自语 突然间 布林想起什么的喊道 对了 这基地起码有上百万的机器人 怎么他们都不见了 是被人一起搬走了呢 还是他们坚守自盗 说到这儿 布林看看该版的待在驾驶位置 等待着自己命令的机器人 布林不由觉得好笑 机器人坚守自盗 说出去真是没有人相信的 算了 看来自己就是没有发财的命 还是乖乖的领着薪水过日子吧 布林无奈的命令机器人 离开这个地方 当然 他不会愚蠢到 还留在首都心上 虽然物资不见了 不是他干的 但谁叫他是基地的负责人 一旦某个大臣发现这个军事基地 肯定会找自己麻烦的 武来国像布林这样 管理秘密基地的后勤人员 不在少数 当然也绝对有和布林一样想法的人 只是这些想当富翁的人 全都和布林一样 带着家人逃离了 不过除了想当富翁的人以外 还有想获得权势的人 这些人就把自己掌控的基地 贡献给投靠的大臣 正因为战争消耗巨大 而为物资紧张四处搜刮的大臣们 看到电脑上显示的物资库存资料 不由得心花怒放 一边给官给钱的大肆夸奖 一边派人去接收基地 当然免不了开始秘密搜捕后勤人员 他们可不认为 宇宙第一大国这么多年来 就安置了这么一个军备基地呢 这些大臣们的肆无忌惮的行动 其他大臣当然会明白是怎么回事 管理后勤的大臣进水楼台先得月 第一时间调集电脑的秘密资料 电脑不愿意把资料给大臣看 因为大臣的许可权还不够 气急败坏的大臣脱口而出 骂道 拥有最高许可权的皇帝陛下 已经死无全尸了 我现在就是后勤部门的最高官员 我不够资格 还有谁够资格 这本来的气话 却让电脑理解了 很快同意了大臣的要求 因为电脑的反应 而有点发愣的大臣 在看到资料后 立刻欢喜的一蹦三尺高 给自己的盟友打电话 兄弟们 快来我这儿 有个天大的消息告诉你们 这大臣的盟友赶来后勤部门后 看到荧幕上的资料 先是全都傻了眼 接着就是满脸红光的大笑起来 他们没办法不笑 因为电脑的秘密资料中记载着 整个五来国总共有35万4875个巨型军备基地 每个基地的库存都可以武装1000万兵力 更有着数目无法计算的各种物资 另外还有7850个秘密战舰生产基地 每个基地每天可生产1000艘 五来国最高级的战舰 这些是军备基地 而还有近400万个以上的民备基地 这些基地全都库存了大量的民用物资 食物制造机 能源制造机 这些必不可少的东西 是应有尽有 哈哈哈哈 拥有这些的我们 绝对能够再现宇宙第一大国的荣光 哈哈 还等什么 立刻派遣军队接收这些基地 我等不及 要亲眼看看 先辈们留给我们的遗产了 没错 立刻出发 这些兴冲冲的大臣们 马上去调兵遣将 不过让他们脸色全无的是 所有基地都是空的 从痕迹上可以看出 是不久前才被搬空的 而更让这些大臣们的心 再滴血的是 所有的战舰生产基地内的物品 库存的矿物和生产线 也被搬空了 在大臣们一边疯了的 红着眼 查找小偷 一边四处搜刮物资的时候 更让他们吃惊的事情发生了 所有用电脑管理的物资 都全是虚假的 也就是说 明面上 他们还有多少物资 多少备用战舰 多少条生产线 但这些都只是 电脑上的数字而已 食物 老早 就被人偷走了 得到这个消息 五来国的所有势力 包括叛乱军们 都停止了行动 全都在清点自己的物资 因为他们明白 如果没有物资的话 别说作战了 能够维持战舰的运行 就了不起了 各位听友 长篇小说 小兵传奇 第492集 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小兵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